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可以来信向我搜寻 那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我们言归正算 目前我们讲的一系列的主题是 我是谁这个主题 那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继续的第一个小题目 在神的镜子当中发掘自己 那么在上一讲 我们基本上确认了 圣经是一面很独特的镜子 它可以照出人内心的状况的 在雅各书 作者雅各鼓励每一位信徒 要常常对照神的话语这门镜子 并且借着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自己 那此外我们也进一步从圣经当中 看到神话语的另外一个特别的功效 那就是它能够分辨灵与魂的区别 我们也在上一讲说到了全人 包括了灵魂体三个部分 那最起码我们可以同意 人是有一个身体的 现在我们就回到人的起源上 来看看人是由神创造的 我曾经告诉过你啊 以前呢我是学过哲学的 那现在我相信神创造了天地 神创造了人 他对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了 我说的是对信徒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告诉你一件 圣经为我们所做的事 是哲学当中没有什么可以能够做到的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圣经向我们解释了我们自己 自从我熟悉圣经记载以来啊 我不断的发现证据 证明圣经适用于我的 他帮助我认识自己 那这是哲学从来不能做到的 无法解决的 我们回到神造人的记录上 那圣经就是这么奇妙的 他以一节短短的经文就描绘了这个奇妙的事件 其实当年我在研读哲学家康德的大作的时候啊 他的有些句子甚至能够长达两页纸那么长 一个句号都没有的 来到圣经里头真是令人松了一大口气啊 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 那经文说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那你注意啊 活人这个词翻译的有点不大恰当 我喜欢他的原文 那就是魂 人成了一个活的魂 你需要认识西伯来原文的用词啊 那首先呢 当他说到神造人的这个造字 其实就是一个摇将 做器皿的那个动作 表示用泥土塑造成的 那然后他说 神把生命的气吹进了他的鼻孔里头 这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 那这是一件很戏剧化 很生动的事 我够幼稚的了 他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 那如果你对此有问题的话 那么至少让我跟你分析一下 好不好 我相信主神就是那位 后来在人的历史上 以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份 出现的那一位 因为约翰在他的福音 一开始就说啊 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三节的 圣经说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可以说啊 耶稣是父神 用在这个创世过程当中的代理 神与人交涉的时候啊 每一次他都要弯下腰来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哦 所以 创世的画面就是 这位奇妙荣耀神圣的神 他弯下腰来 用手啊 取了泥土 塑造出一个 一个身体来 那这是一件 最完美的塑像 比世界上有名的 米开朗基罗的 任何杰作 都要伟大的多呀 但是这个身体呢 这个身体 却没有生命 他只是泥土 然后 这位神更加弯下腰来 把他的嘴 贴在泥土造成的嘴唇上 他的鼻孔 对着这个泥土造的人的鼻孔 把生气吹了进去 他吹进了他自己 结果最起码 可以说是戏剧化的 因为原本只是一尊 泥土造的身体 现在变成了一个活的人 脑子 心脏 肺 各个器官都开始运行了 你可以解释 这个美好的人的本性 是怎么样来的吗 医生告诉我们呢 一只眼睛就有高达 三百万个工作的元件呢 你能够相信 那是偶然发生的事吗 但是我相信 神的心意 被吹进那个泥土当中 就促使那个泥土 成为神所期待的 所以 从那个气息当中 出了一个活人 人的内在部分 是再奇妙不过的了 但即使是身体 也够美妙的了 大卫多年之后 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 十四节当中 他说到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 奇妙 这是我心身 知道的 你看啊 真的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神的 医治 完全合理化了 如果圣灵 可以从泥土当中 造出一个活的身体 当然 圣灵 可以医治任何的疾病了 对不对 或者说 对付任何肉体上的 失调了 那打个比方说吧 如果你的手表坏了 需要修理 你绝对 不会把手表 带到鞋匠那里去 对不对 你把它带到 钟表店去 当你的身体 需要修补的时候 最合理的事 就是把它带到 创造人身体 那位圣灵那来 对不对 我们实在 为医生 和那些所有帮助人 能够战胜疾病的人 感谢神 这不是撇开医生的事 但是医生背后 是最大的一位医生 就是那位创造主啊 试想想 这个造人场景 所包括的 有从上而来的灵 有从下而来的泥土 他们相遇了 创造出一件 从来不存在的东西 一个活的魂 那可见呢 我们里面有一种 内在的冲突的潜力啊 我们里面有 由上而来的东西 也有从下而来的东西 你有没有经历过 这种冲突呢 你的一部分 想要向上 而另外一部分呢 却把你往下拖 哲学家柏拉图啊 是这样描绘的 他说啊 浑的马车 有两匹马 一匹白马 一匹黑马 白马想往上奔 黑马想往下跑 你看到了没有啊 这是一个比喻性的画面 但这却是 再真实不过的了 从这个创造行为当中 出来一个 三种成分的组成的人 从上而来的灵 结合上下而来的魂 和泥土造成的身体 那关于灵这个字呢 我们来看看 哥林多前书的 十五章四十五节 那保罗说 经上也是这样记者说 首先的人亚当 成了有灵的活人 灵 或做血气 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 那么我们中文翻译就是说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并且特意就注明了 灵或做血气 翻成了血气的字呢 其实应当是魂 也就是说啊 这句话 原文的意思就是 亚当成了有魂的活人 那我们可以注意 这里的不同啊 灵赐人生命 而魂接受生命 灵是自身存在的 魂却是要倚靠灵的 那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人堕落的可悲的故事了 创世纪的三章 一到七节 经文记载说 耶和华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 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 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十六节当中啊 说了三种情欲 那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当女人建那个树的时候啊 她已经从信心领域 转向感官领域来了 她相信自己的感官了 过于相信神的话语啊 好做食物 你注意啊 这是肉体的情欲啊 虐人的眼目 这是眼目的情欲啊 使人有智慧 这是今生的骄傲了 以为自己会聪明起来 可以和神同样的聪明了 罪的中心并不是想作恶 而是想独立 不再依靠神 宇宙中最终没有人 没有事可以独立于神的 神不会容忍他的 有一段时间是恩典时期 但有一天 任何不服从神的 都要被驱逐 天上地下 都没有他存在的位置的 只有一个被耶稣称作是 外面的黑暗的地方 那是一切不服从神的人和物 都要归宿的地方了 好了 如果我们停止作恶 并不一定意味着 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亚当的每一个堕落的 子孙当中啊 都有一点不想 倚靠神的东西的 我不是唯一有 这个问题的人 每当我遇到一个难题 即使在今天 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的第一个自然反应就是 我要怎么处理呢 感谢神啊 我渐渐的学会开始说 神啊 我应该怎么办呢 亚当和他的后代里头啊 都有一样东西 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 叛逆 你和我 凡是亚当的后裔 都是叛逆的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叛逆 保罗称他为老我 或者是旧人 旧亚当 那无论你是什么国籍的 什么文化背景的 基本的叛逆 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仇敌 以蛇的化身出现了 他不是攻击灵 而是攻击人的魂 基督徒生命当中 每一个主要的挣扎和问题啊 都是在魂的战场上展开的 魂是一个战场啊 我们不必要因为魂 是在战场上就觉得很有愧啊 神的每一位圣徒 都经历类似的战役的 那正是堕落的结果了 所以不要觉得很受的谴责 不要觉得你是一个坏人 而要记住 你必须要学会 失穿魔鬼的诡计 要失破他的诡计 以及怎么样去对付他 撒旦约过了灵 他总是走不合理的路径的 他不是去到丈夫那儿 而是到妻子的跟前 他不是去对付人的灵 而是对付人的魂 他提出了他的见解 当魂做出回应的时候呢 有件事情就发生了 撒旦成功的把我们与神 直接的联系就切断了 你看到没有 当他接近魂的时候 魂一旦回应他 我们与神的联络就被切断了 那就是堕落的本质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堕落导致的三个领域的后果 灵的领域 灵死了 被切断了他唯一的生命来源 就是神 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是七节 神对亚当说 他不是对夏娃说 你注意了没有呢 是谁告诉夏娃的呢 是亚当 对了 这是他的工作 神对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显然呢 亚当活到九百多岁啊 但是灵里 他在不顺从神的那一刻就死了 他的灵与神隔绝了 那之后 他就像一个电器设备 被切断了电源一样了 他仍然会发挥功用 但却不断的在消耗有限的储存的电力了 好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两段经文 看看保罗在那里是怎么说的 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 保罗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注意了啊 不是肉体上的死 而是属灵上的死 因为他们的罪和过犯 把他们与神隔绝了 那然后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八节当中 保罗说到外邦人处在未重生的景况当中 他说 他们心里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那由此可见呢 我们是因为自己的不顺从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于是魂就变成了失落的叛逆 魂是你生命当中做决定的那一部分咯 因为魂会对你说 我要我不要 是魂得救 魂说我要接受耶稣 救恩就随之而来了 如果魂说 不要给我那东西 魂就失落了 每一个没有基督的人呢 都是失落的 漫无目标的漂流 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二到三节那说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了 你没想过 谁是那被你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呢 对了那就是邪灵 你看到他是怎么样运行的了吗 做一个在魂的领域运行的灵 经文也说到没有人是例外的 我们从前都是在同一个处境之下的 那为什么我们原是可怒之子呢 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嘛 然后就是身体 在以夫所书的四章二十二节当中 保罗说到 当我们成为信徒的时候 应该有的更新变化 保罗说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你看他 形容堕落的人的本性就是败坏 最终肉身死亡腐烂 尽管翻译本说是私欲的迷惑 原文却是打败了私欲 可见撒旦是迷惑 或者说是我们跌倒的那位 好 我们再来看看以夫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了 经文说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那由此可见呢 迷惑带来败坏 真理带来圣洁 神从来没有停止关心亚当和他的子孙的 这是一件惊人的历史事实哦 在雅各书的四章第五节当中说到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极度的 神向人吹进了他自己的一部分 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 他永远不会说 再见 我抛弃你了 不会的 几千年来 他极度的渴望与邪灵有更新的关系 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那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食丧的人 你看到了吧 人因为叛逆所失去的 耶稣来是要为了寻求拯救啊 这就说明了神的热情 要找回那些失落分散的人 耶稣正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一个美好的启示 首先我们已经看过的一节经文 首先看看我们已经看过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 经文说 经上也是这样记者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灵或做血气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看了这节经文 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七节 经文说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好了 耶稣有两个不同的称号 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的 有些人给弄错了 那第一 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 不是第二个亚当 而是末后的亚当 属灵上呢 他是整个亚当邪恶遗传特征的结束 当他死在十字架上被埋的时候 整个邪恶的遗传特征 都与他一同被埋葬了 他是末后的亚当 借着他的待死为继 他已经把罪处理掉了 当他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 他就是第二个人 一个新的族类的人的头 是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因为他是神人的族类 这个族类当中啊 神与人融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新的本性了 好了 那然后彼得就对信徒说了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 彼得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那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可以重生了 从罪恶当中 从死亡里头活过来 成为一个新的族类 耶稣就是这个族类的头 作为头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十八节那说到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你看吧 我们都知道 在人的生产过程当中啊 婴孩的头 是首先出来的 然后身子就会跟随着生出来了 那所以啊 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因信他的死而复活 我们成为这个新族类的一部分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造的人了 这是最荣耀的启示了 格林多后书第五章 十七节 保罗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造的人完全是出于神啊 是全新的 神不是修补我们 不是改进我们 而是在基督里头造出了一个新人 只有神能这样做 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啊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对着有很生动的描述 那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 他从关闭的门穿过去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下半段经文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泪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注意了啊 你们受圣灵的原文 也可以被翻译成 领受圣洁的灵 这是指圣灵 但却是吹进他们里面去的 如果你是考虑救人 这正是相反的新人了 复活的救主完全得胜的基督 遇见了他的门徒 向他们吹进了全新的生命 这生命已经胜过了罪 死亡 地狱 坟墓 撒旦 是完全不可击败的生命啊 他正是重生的意义 正是做基督徒的意思了 那就是遇见复活的耶稣 从他里面领受复活的生命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说阿们 到那个时候 门徒已经是穿过了旧约的旧恩 进入到新约了 旧约的旧恩 往前看 新约是往后看一件 已经成就的历史事实 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那说 要进入新约的旧恩 你得做两件事啊 任耶稣为主 相信神已经承认他为主了 他们就借着新生进入到旧恩 彼得说阿 他们又重生了 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那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的活泼长存的道 那另外约翰引用了耶稣的话就说啊 你必须重生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那你注意啊 这就是新生了 如果基督徒能够掌握什么是新生 我们就会使世界回转了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多大的能耐 是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 我们所传扬他的道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所有的含义哦 我们遇见了复活得胜的基督 他向我们显现了他自己 他已经把属神的生命吹进了我们里头 我们又重生了 是由永恒不能朽坏的神的话语的种子而生的 是出于神的圣洁啊 是我们里头的生命的永恒的 不能朽坏的得胜的生命啊 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才能够明白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呢 也就是下一讲 我们将会看我是谁这一系列的第二个讲题了 我是谁 是这个大的系列讲题的题目 那下次开始讲第二个小题目 你是属灵还是属魂这个题目 那下次节目时间 希望你按时收听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你 如果你想得到我免费送你的 圣经自修课程这本小册子的话 千万别客气 赶快来信给我 来信写清楚了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 你写给我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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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